今天的焦点人物是谁呢 就是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因为他日前参加了一个podcast的节目时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来际代谢的很快 就好像是人会吃三餐 但也会吃一些保健品 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猪吃了饲料之后 也吃了来际算是保健品吗 这些话引爆了风波 就算昨天深夜他澄清了 他自己没有说过来际是人类的保健食品 但似乎只不了解 在今天上午非常临时的 在刚刚召开的记者会 他又解释了两点 他强调说来际是为了要饲养猪的添加物 对于外界的解释感到很遗憾 对于用词不精准 他后续会再精准的呈现 我们就来听听看他是怎么解释的 我没有讲来际就是保健食品 对于许多的过度的衍生 那我特别感到遗憾 那第二个我要特别强调是每个国家 或者是全世界各国 针对饲料的添加物 都有不同的管理的方式 那以台湾来讲 我们的饲料添加物 里面本来就是有饲料跟药物的添加物 像我们各式各样的乳酸菌 或者是点化蛋白 维生素 或者是氨基酸 甚至看菌剂的药物的添加物 这一个都是不同国家会根据他所饲养的动物 以及环境 而有不同的一个饲料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比喻 如果用词不精准 我后续会更精净的把它精准的呈现 来科多巴胺 在整个动物饲料的添加使用上面 那以上特别说明 好 陈吉仲讲的话 你听得懂吗 你认同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大家把手指赶快准备一下 我们要来投票了 好 问大家 今天费洪泰在刚刚国民党的记者会中 他指出有三个三宝 一个就是陈时中 徐国勇跟陈吉仲 要问大家你觉得三宝是谁 哪一个是你心目中最三宝的 这个最高级 最高级的话 陈时中一 徐国勇二 陈吉仲三 大家来做个小小的民调 因为陈吉仲讲过说什么 他说不然要怎么样 还有徐国勇之前的 这个球棒要助记的事件 也引起很多的争议 另外陈吉仲现在又讲了 来济世保健品 民进党这些高官到底怎么回事 陈吉仲怎么会把莱克多巴胺 比为是保健食品 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也为他缓夹了 他说我们在这个事情上 应该要理性的讨论 不必刻意的扭曲 但是国民党团质疑说 难道陈吉仲要自己吃莱季吗 来看到刚刚记者会的罪行 陈吉仲主委的言吻原意非常清楚 不要扭曲 而来济是动物的飼料添加剂 我们都看到 互合国际安全标准 它的代谢很快 就没有任何食用健康的问题 全世界有109个国家都接受 我们在这件事情上 应该理性讨论 不必刻意的扭曲 我也建议陈吉仲 是不是要到医院去看一看 还有没有精神分裂 他在2012年的时候 他说打死也要党来信 在去年的时候 他说20来季改变了 他说来季24小时内 可以代谢八成 这昨天公布的影片又说 来季是保健食品 我们看看短短的9年的时间 陈吉仲 从一个大学的教授 变成主管台湾农业的大臣 可是他的精神也随之 好奇 所以感觉上 他应该要到医院去看看 去看看医生 我们现在政坛有三宝 第一宝 我请大家来投票 我不知道这三宝 哪一个会得第一名 陈吉仲 徐国有 陈时中 这三个人 最近最有名的话 陈时中是 人家就问他 这个高端 打了高端 这些疫苗要怎么处理 他居然大声讲说 不然你要怎么用 不然你要安闹 徐国勇 前两天说 要查车上的棒球棒 要助记 昨天又讲了辣椒水 真的不知道 无语问称 清天 不知道要怎么来形容他 他是内政部长 跟各位报告 昨天最有名的人 就是陈金仲 来气是健保品 希望全国 大家来 票选 这个三宝 哪一个可以得第一名 好 飞鸿汉也叫大家来投票一下 你觉得这三宝 谁会得第一呢 好 我们刚刚也问大家 请大家来投票一下 第一个是陈时中 第二个是徐国勇 第三个是陈吉仲 政坛的新三宝 看到好多的网友都回应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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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木头人吗 大家玩上了 说这三个就是 都是宝 民进党的新三宝 就是陈时中 徐国勇 跟陈吉仲了 看到大家都觉得 这三宝也真是太夸张了 123都是 没有谁比较厉害 有人说 就反正123全部都是 全都是三宝 还有人说台湾人民 真的是满悲哀的 怎么会遇到 这种头号三宝 官员都讲话 是这个样子来对待我们 好 大家选好了吗 政坛的新三宝 陈时中 徐国勇 跟陈吉仲 这是今天 费洪泰在早上的 国民党的记者会当中 所提出来的 他说这是政坛的 新三宝 请大家来选选看 你觉得谁是第一名 陈时中一 徐国勇二 陈吉仲三 刚刚我们已经做过一次 发现很多人觉得很难选 觉得这三个人 其实旗鼓相当 123都是第一名 大家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政坛的新三宝 是谁 123 大家来选一下 为什么 因为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居然把喂猪吃萊猪 这个事情比喻成了 人吃保健品 这样子发言 让很多人都骂翻了 陈吉仲也记得 在脸书发文澄清 他说他从而没有讲过 说萊剂是人类的保健食品 请相关人士不要再扭曲 而且他还贴出了 相关的访问族自告 他说某一种程度 莱克多巴胺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产品 就好比是人 我们平常吃的三餐 但是你会吃一些保健食品 的确他没有说 萊剂是人类的保健食品 但是陈主委 你还是把这个萊剂 比喻成了猪的保健品 而且主持人问说 萊剂也是毒的吗 你好像也没有明确的回答 因为陈吉仲这样的说法 引起了轩然大波 要是林世锋在脸书上 也发文很酸了 说您就别再害 时中部长南下台了 酒能喝 烟可以抽 但是因为有三高 没有办法带头吃 萊肉的部长要怎么回应呢 林世锋跟讽刺神时中 竟然萊克多巴胺 是猪吃的保健食品 那么他就可以放心的 带头来试吃一下 冲一下销量 这样美国爸爸才不会不开心 不然只有开放 卖不好怎么说的过去呢 他也质疑说陈吉仲 竟然萊剂是猪吃的保健食品 那么什么时候 我们才要跟着开放 他说好东西 不能只有外国猪能吃 是不是呢 真的是酸到一个爆炸了 不过针对陈吉仲 萊猪的这个说法 他自称是席日战友的苏伟硕医师 也炮轰了 说陈吉仲这番的言论 可以说是本世纪的最大笑话 因为萊剂10PPV残留标准 真的是安全吗 关于人民的食安的健康 不可忽略 卫福部的评估缺乏新证据吗 来听听苏伟硕最新的说明 我把它称之为 本世纪最大的笑话 但是这个笑话 其实让我心里非常的悲哀 因为陈吉仲教授 过去在我们一起反对 萊克多巴胺的 牛肉猪肉进口的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都是占有 虽然当年挡不住牛 但是把猪跟内脏 包括牛的内脏 猪的内脏挡住之后 大家都觉得 这个是最后的防线 不可以再棄手 结果没想到 陈吉仲教授当上主委之后 居然沦落到昨天 把猪吃萊克多巴胺 跟人吃保健食品 相提并论 我个人觉得 这个完全是一个斯文扫地 对不起读书人风骨的一个说法 好 飞鸿泰说 这三个人是政坛的新三宝 你觉得谁是第一名呢 刚请大家来问一下 你觉得谁是第一名 结果我看到 好多朋友都说 像是言言说 不分上下 平安顺利也说 三个是并列第一 孙可华说 这全部都是第一名 杨额说一样烂 就是一二三 四个三个都是 有人写四就是以上都是了 十一二三 二三 三 三 一三 二三 二三 三